近期,两岸一家亲,花儿庆丰年第一季拢台音乐人民族文化传承交流活动,在甘肃临下回族自治州广和县举办。 花儿是中国西北地区包括回族、藏族、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民众都喜闻乐见的音乐艺术形式。 其中临下花儿更是其中杰出代表。 丰年代表台湾多个少数民族,每年最隆重、规模最大的民族文化形式。 各个部落通过活动启幼、农作物顺利收获,并预祝来年五股丰收、人畜两望。 刘曾凯作为首位登上央视春晚的台湾相声演员受邀参加,并与兰州本地回族相声演员白韬组成搭档登台表演。 两人很快便排出了南北融合的相声新段子,面对媒体采访还来了一段。 刘曾凯感慨,很多台湾人不了解大陆发展而形成误解。 如今即使昔日深度贫困地区也满目生机,人们洋溢的笑容是最真实的表达。 说我来之前我得先带矿泉水啊,方便面啊,手电筒啊,先学齐乐的。 到这一看当然,弄整治太好了,最重要的是第一天我出去溜,当地我们就陪伴我们的工作人说这是我们全国最贫困线之一。 我当时真的没信,我说不对吧,硬体建设花钱就行。 我看到人的脸上的面貌,他们的样子,不觉得他们是一个贫穷县的人。 刘曾凯诗成中国台湾地区侯派相声名家吴赵南先生,从1990年起就积极参与两岸取义文化交流,走过了不少地方。 他认为,甘肃将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保留得非常好。 另外一个对甘肃的印象是什么呢,就是把所谓的传统文化跟少数民族文化保留得特别好。 台湾也有回面,我认识很多的,这样的情况在台湾你见不到,保留一些特殊的文化就做得非常好。 台湾青年女歌手演员魏辉妮因今年拍戏参加综艺,出演扶摇等热门影视剧而被大陆观众熟知。 她认为,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印象多停留于课本上,难免会有或多或少的误解。 她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,以不同的方式带回台湾。 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,像是各种民族的名字,我们只能在课本里面看见。 所以当我来到大陆快六年的时间,我也去了很多地方。 我真的觉得,哇,感觉像实现梦想,感觉像看到,就像你在报纸上看到名人的那种兴奋感。 然后真的能够去体验他们的生活。 所以我也希望我在这边的所有生活,我能够用不同的方式,不管是自媒体啊,或者是表演更多的传回去给我台湾的朋友, 让他们知道这里真的很有趣,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过来玩。